DX 新年快樂 嗨,我是Cube來 Cube來的菜單 這個沒有太多 你看他們今天包的全身 跟他爸爸展開關於 他的青森 因為青森現在外面的溫度很舒服 水到水流 所以,他太使用 我們包了根據花球 等一下呢 我們要去青森的紅潛城 YA,我們的紅潛了 我們等一下要做這個 地板圓的巴士 去紅潛城看 你看外面都是 雪還蠻厚的,然後漂著 細雪 忍車的同時突然下起大雪海 你看看好 臭小子 旁邊那個在幹嘛 哇,你手上拿那個什麼 打冰箱 打冰箱幹嘛 猫猫 洪乾城是位於日本青森縣洪乾市的一座城堡 別名鷹鋼城、高鋼城 洪乾城的天守修建於江戶時代 在江戶時代,洪乾城是洪乾藩清京市 四萬七千丹的居城和洪乾藩的藩廳 也是京京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 洪乾城位於京京平原 細一座有本丸、二支丸、三支丸、四支丸、北支鍋、西支鍋 六個部分組成的梯鍋式平山城 洪乾城興建之初 東西寬612米 南北長947米 總面積達385200平方米 現在洪乾城的護城河、石牆、土壘等 城郭整體人保持廢城時的原貌 洪乾城指的是天守閣以及洪乾公園的部分 為西元1603年京清為姓完成京清地區的統一後 開始計畫建造 由第二代繼承人京清姓梅於西元1610年進行築成 並於隔年西元1611年完成 當中的五成建築天守閣於西元1627年遭累積燒毀 前面都是一整排的雪燈籠喔 可是晚上看起來如果晚上點燈的話 應該是會更漂亮才對 前面這些造型啊都是雪燈籠 那今年的雪燈籠的開幕是今天 那因為我們今天沒有要住這邊 可以 沒有要住這邊 所以晚上點燈的時候就看不到啦 覺得他們那個雪燈籠的造型看起來 都還中規中矩 很可惜沒辦法看到晚上的 但是今天整個下暴雪還是很可觀啊 剛剛有看到一些很奇特的這個造型 洪乾城雪燈籠祭為陸澳五大雪祭之一 以洪乾公園為中心 相傳是清聖聖鮮明 為了能夠度過寒冷綿長的冬天 親手做燈籠 讓原本使氣沉沉的季節變得活潑起來 之後就一直流傳至今 雪燈籠祭的時間為每年二月份 第一個週末巨星 為期三天 點燈的時間為下午四點半至晚上九點為止 眼前所看到的是洪乾城的風景名勝之一 也就是所謂的洪乾城下城橋 之所以叫做下城橋 是因為在江戶時代 到了下城橋 騎著馬的來賓 就得下馬用走路的 下著大雪的洪乾城 然後 上面你看 哇洪乾城看到 你看 超美的 現今的天守閣為西元1810年時 重建的三層建築 城內現存的三座塔台及五道城 皆被登陸為日本的重要文化財 在昭和27年也就是西元1952年 洪乾城被登陸為日本的國家指定歷史遺跡 除了城堡本身之外 圍繞城堡的洪乾公園面積 是東京巨蛋的十倍大 其廣大腹地以洪乾城為首 還包括魯、護城河、橋、遊玩場地等等 成為洪乾市的觀光及活動中心 洪乾公園的櫻花祭為每年4月下旬 到黃金周這段時間舉行 洪乾公園內種植的2600棵櫻花樹 被選為百大日本櫻花名勝 更以樹林超過100年的古櫻而聞名 特別是1882年栽種的燃錦吉野櫻 是日本最古老的櫻花 其他樹林超過100年以上的燃錦吉野櫻 也多達300棵 在西戶城河沿岸的步道兩側 種滿了各式的櫻花 是一條被美稱為櫻花隧道的綠櫻島 這一個隧道是東北最出名的洪乾櫻花隧道 我們要看整片 我們往前看到整片的櫻花樹 現在看起來真是枯樹 整片櫻花樹到時候這樣拍起來 如果全部都開門櫻花的話 哇 哈囉 那一定是特別的漂亮喔 你們看我要掉進去櫻花 超漂亮的櫻花隧道 哈囉 我是來教大家怎麼做水眼球的 第一步步 先把雪弄好 在手 等一下 重來 哈哈哈哈哈哈 在手上對不對 嗯 然後呢 開始揉揉揉 然後呢 它會掉雪塊是很正常的 然後呢 把它揉緊一點 就不會爆掉 好 像這樣 然後呢 如果你覺得不夠大的話 另外一直找抓鬆的雪 嗯 嗯 都要鬆的雪起來 然後呢 然後呢 弄在上面壓一壓 嗯哼 可以黏著 嗯哼 然後呢 你要如果要用的比較大 那你要做重複的動作 嗯哼 而且都要在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地方 嗯 然後你盡量在雪的地方握 會比較好 嗯哼 這樣會比較好握 好做嗎 對 好喔 做好以後呢 嗯哼 嗯哼 像你覺得比較暖的人 丟上去 嗯哼 嗯哼 啊我看起來你比較暖 然後又要丟我嗎 喔 喔 好啊 鏡頭要看好喔 鏡頭要看好喔 看喊321喔 所以呢 我一定會丟重 好 所以要喊321囉 對 鏡頭要拿旁邊 然後雨傘 右下 好 預備 呃 不對是拿前面 拿前面喔 來1 2 3 哇 我覺得你的雨傘應該要擋著 我再做一遍呢 還要再做一遍沒有了啦 掰掰 欸 沒有什麼好玩 喔 氣死了 呵呵 雪燈籠祭期間在遊樂場內有小食當 販賣著各式各樣的美食 那小食當後面有兩個由大會製作的大型雪製溜滑梯 可以讓大人及小孩盡情的玩溜滑梯或者是雪板 今天紅塵池的介紹就到這邊囉 紅塵城 紅塵城 紅塵城的 等一下等一下你們看 冰 紅湖都變冰了 可以在上面溜滑梯耶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囉 有空記得按讚訂閱跟分享喔 讓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哈哈哈哈 時間下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